英国国防大臣法龙一日因涉嫌性骚扰女记者宣布辞职,英国首相梅伊二日任命41岁的新秀议员威廉森接任。 法龙被控15年前将手放在女记者膝盖上,他为此事道歉后,性骚扰丑闻不仅未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只好请辞。 法龙在提交给梅伊的辞呈上说,近日有些对国会议员的指控服上台面,包括我以前的部分行为,其中有许多不实指控,但我接受我过去行为为达我们团队所要求的高标准。 法龙一天前为了自己曾将手放在女记者哈特利监与梅西郎服务监与是想满心末,而是说他不认为法龙辞职纯粹是因为当年的旧事,他说我才想还会爆出更多指控,我非常怀疑是因为我的膝盖。 法龙辞调国防大臣,但将继续担任国会议员。 梅伊同意法龙辞职后数小时,立刻任命为连森接任。 路透说,梅伊立主在今年6月提前改选国会,结果保守党失去原本在下议院的过半数地位,重创梅伊威信,因此他遇上这种丑闻,必须快刀斩乱麻。 保守党内一直有一股不满梅伊的势力,想把他拉下手向宝座,刚去职的法龙是他的忠实盟友,接任的威廉森也被认为是梅伊人马。 威廉森2010年首度当选议员,去年被梅伊提罚为保守党下议院党兵,负责在投票时维持党纪,方知党籍议员跑票破获。 梅伊气重。 不过,威廉森对国防事务毫无经验,有人质疑他是否足以担当这个英国内阁最吃重的大臣职务。 法新社说,威廉森担任议员七年来,指挥国防相关事务提问七次。 英国媒体还报道,威廉森担任党兵期间掌握了同僚的黑资料,据称威廉森向梅伊透露,法龙的性骚扰丑闻可能还有其他未爆,但因此梅伊赶紧让法龙走人。 新奇泰悟士报资深政治记者齐普曼说,别怀疑威廉森想当首相,而且他知道同僚们所有见不得人的事。 梅伊的发言人不愿证实威廉森是否和法龙下台有关英国新任国防大臣威廉森。 欧卿社分享